人风六十,一花加紫,一个大的周期 我们会发现很多,跟小时候,当初那一年 六十岁之前都很像 当然那个时候没有记忆,那你再往后活 不过你没有那么纯真了,你也想象不到 当初所求那么少,往后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不光是在人间,天上也是如此 其实天人本来是感应,互动的都是一个磁场能量 那么夹几,风五年一合,十年一大月 二十年也是一个小的周期 还有三十年的 当你到六十年的时候,一个相对大的周期 所以对人来讲,这个周期已经足够大了 因为很少能活到一百二十年的 对小宫别说了,就这样 越往大,越长得数越大了 古人在六十的时候 寿命普遍,比较偏短 所以过了六十都是高寿 那过了六十就活埋 还有这种说法 这以前的人已经老得不中用了 但是现在 仿佛 其实不是医疗水平提高 只是物质整体上充裕了 交通 方便了 信息通达了 使得你这个医疗 好一点 感觉上是这样 但实际上人身体 整体的经济水 都是压健康 像现在说 以前 那也都是急 都是半病状态 包括你神经的 就是人病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 该想想什么呢 该好好回想一下 不过 有的时候还是难以避免 因为男人 尤其你做到了一定层次 这个时候还让你去干活 还不能退休 那农民呢 当然也没有 有的时候 还要守着这块地 那没有其他的保障啊 那只能 比较苦一点 那女人呢 相对好一点 就是 最多好像也 55 差不多可以退了 这个时候 本来是应该 一想 晚年的时候 算是晚年了 不能再晚了 现在人 四十郎当岁 还以为 自己很年轻 不一定能够活到八十 因为人生已经过半了 已经开始 要为 自己的 后代 以及学生 甚至 自己的 下一生 提前做准备 如果以前上班很忙 什么什么很忙 这个时候孩子基本上也都 在成家了 没有太多牵挂 暂时可以放一放 有的 好像 身体还 精气够的话 然后 其余 旅游 享受一下 这个晚年的时光 那这个 在外面可以看到很多 下想起义 谈天说地 讨讨论国家大事 那女人呢 也就是 跳跳广场舞 然后 多一些 业余的 生活 这个时候 实际上 讲最美 不过西洋红 也是没错的 人可以稍微 显下来一些 说的是有的人呢 前面说的那些不算的 也该不了 因为你身体已经摔了 已经 需要再养一养 不要再 劳衣为筋骨为能 不能了